民以食为天 可是在中国似乎没有太多人关心食品安全 这四个字 那过去我们虽然知道中国发生的像是鼠头压脖 这些非常恶心的事情 那甚至在许久我们还听说过 中国小朋友喝的奶粉全部都是毒奶粉的三路奶粉事件 那这些都是惊动全中国的这种轰动的事件 才足以登上媒体版面 虽然说也有被打压了 但这些东西已经是压制不住的 那日常生活中 为什么很多地方我们没有办法去讨论 或者是没有办法让一些事件登上新闻的版面 是因为中国的舆论管控 中国的新闻媒体的管控 没有办法去上到一些新闻媒体或者是曝光出来 也不是说中国人民真的不关注这一块 而是说他们没有权利去关注 所以说中国你关心食品安全 我相信有人会想要去关注 可是他们没有这个条件 没有这个权利 我看到一则影片是在国外的中餐厅 那我本身也在国外 那在法国有一位中国大妈 就在身边 第一警察拍下了这样的执法镜头 画面中 一名身穿黑色皮衣的中国大妈 鬼鬼祟祟的站在地铁口 正准备将一袋包裹岩石的饺子 递给身旁的男子 然而看到男子对他失验色后 大妈又立即拿回饺子 转身要走 这时 第一警察们意识到自己暴露了 于是立即追上前准备 直接实施抓捕 原来这名大妈正在法国街头 非法出售角色 而这群便衣警察 已经整整跟踪了他一个星期 早就掌握了充分的证据 而这位被当场逮捕的大妈 也知道事情已经败露 只能言听计从地 带着便衣警察们 回到自己的住宿 此时 警察们要求大妈将房门打开 但大妈却谎称自己出门太急 把钥匙忘在屋里了 警察们见惯了这个套路 于是通知同事准备破门进入 这时 大妈猜下的赶紧掏出钥匙 打开了房门 警察们立即冲入屋中 发现这座饺子的馅料 已经在大妈拖延时间后 被他的同伙们藏了进来 不过这群警察也不是吃素的 很快就从各个角落里 翻找出了被藏起来的饺子馅料 还在床底的冰柜中 找到了数十公斤中的 早就已经包好了的饺子 在厨房的地板上放着两大盆 不知道冰冻了多久的猪肉和虾仁 正在等待着解冻 警察用手指戳了一下 差点恶心地吐了出来 厨房的卫生条件也着实让人看着有些皱眉 过晚瓢盆因为太久没洗 早就已经包上一层厚厚的黑浆 卫生间的浴缸里也藏着更多正在解冻的虾仁 混合着污水让人感到一阵阵的作户 显然这位大妈已经把这个出租屋 当成了自己的饺子作坊 在这里非法生产饺子 出售给当地的华人 这些华人常年吃不到家乡的美食 就会以每个饺子四块钱的价格 向这位大妈购买 这也让她赚了个盘满钵满 不过遭到边衣警察的逮捕后 大妈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 卖饺子赚来的非法所得全部被没收 还额外罚款了二十万 所有参与制作饺子的工人也全都被抓了起来 准备遣返回国 但这还不算完 警察们又顺腾摸瓜 找到了大妈常年进货的华人超市 在超市里他们发现了大量的死猪肉 这些猪肉没有解义和格政 零零散散地堆放在发黑的砧板上 脏道让人想吐 肉摊的老板以极低的价格 将这些猪肉批发给卖饺子的大妈 大妈又将这些猪肉做成饺子 以极高的价格出售给海外的同胞们 最后警察们带走了这家超市的负责人 并关上了超市的大门贴上了封条 他们也将面临着来自法国执法部门的高额处罚 并为自己的黑心付出相应的代价 另外还要想讲这个议题是因为 我小时候就有这样一个亲身的经历 我以前在节目里也讲过 我家里人 我爸妈就是一直做这样的生意的 做早餐的 但是没有这么夸张 没有这么恶心 或者是不能吃 或者是在正常国家 在台湾 动物都不会吃这么脏的东西 对 所以我们家那些东西 老实说你说干净嘛 其实也不卫生 但不至于这么夸张 那我小时候呢 我爸妈就告诫我 就是家里面卖的那些包子 尽量不要吃 但是有时候我饿了 我还是会去吃 像包子啊 他需要买肉馅的 那这个产业呢 就是做早餐的这个产业 不光是我们家里 所有这个行业的 你去进的这些肉都是一样的 那你去冷冻库 去那些批发市场 当然不是一般的民众去 那个市场买的 是去专门卖给餐厅的 这些冷冻的批量的这种 批发这种肉的 做包子啊 做饺子啊 做馄饨啊 这种猪肉 基本上都是不新鲜的 所以我们家里人就 建议我不要多吃 这种肉不新鲜的 如果说我真的想吃的话 就是另外去菜市场 去买那种家猪啊 就是钢杀的那种新鲜的 批发的那种 专门用来做食材的 做包子 做饺子 做馄饨 这种猪肉 很多基本上都是不新鲜的 可能那些病死的猪 可能是死掉的那些猪 然后去做出来的 所以说是不新鲜的 有时候上学来不及呢 可是我还是照样吃 因为那个图个方便嘛 但是还是尽量不要吃 当然也不会去其他的外面的餐馆呢 或者是其他的餐厅吃 因为那些基本上都一样 在中国大部分的餐馆 基本上都一样 虽然说毒不死人 或者是吃了不会立马就生病 只是说对你的身体健康 有一些危害 所以说这个也是个行业的普遍的形态 因为你只能去那里选购 因为你只能去买这种肉 你不能说去把那些高昂的肉 然后把它做出来去卖 那你这个价格肯定也要提高 但是你价格一上调 你基本上就跟别人就没办法竞争了 所以这是一个行业普遍存在的现象 基本上这些猪肉的来源都是不新鲜的 你肯定吃过淋巴肉 你在外面吃饭的次数越多 你吃到过的淋巴肉也就越多 将外面的外卖 包子 饺子 肉丸 没有包装的烤肠都有可能 这些渠道你又能躲过哪一个呢 网上一斤的猪肉丸 比生猪肉还要便宜 难道它真的是亏本在清汤吗 很难想象它里面用的是什么肉 很多人可能会说 猪在进入屠宰场的时候 会把甲状腺肾上腺的淋巴结栽除掉 像血泊肉 猴气管肉 这些都没有栽除掉 这些都是淋巴肉 当你点外卖的时候 你有没有吃到过像这样 还有这样 还有这样 给大家看一下淋巴肉是什么样的 希望大家在买猪肉的时候 一定要辨别清楚 您见过速冻水饺的制作工序吗 有的商家为了降低成本 居然使用淋巴肉 停车场暗藏惊人玄机 黑心商贩大量收集致癌淋巴肉 记者昼夜追查留下 凌晨四点半 一台白色面包车 像幽灵一样出现在这里 车子来了来了 里面的灯也亮了 有人从车上向这间低矮房屋 搬运下了一些东西 好像也没有留下人在这个房间 从面包车上放下来的 会是什么东西呢 记者进入一探究竟 凌晨六点左右 这间破旧的房屋变得热闹气 刚刚穿花衣服的一个女子进去了 现在穿红衣服的一个女子进去了 应该会看到 记者上前进一步了解情况 事情果真如此吗 这辆送货电动车将多个黑色塑料袋 分别放在了几个肉摊前 和品质好的肉搭配在一起 最终被打成了肉馅 搅碎的肉 卖给你 就是要搅的馅包的馅就行了 对 是的 而在一楼之隔的先机向农贸市场 果然有了发现 叫价一块钱一斤 和三块钱一斤的廉价肉 正是淋巴肉 来了一个电动车 前面放了个筐子 后面放了一个白色的箱子 进去了应该是买肉的 哎 再装货了 挤麻袋的肉已经放进了屋子里面 男子将一个白色泡沫箱 放上电动车 出了门 慢点慢点 不要让他发现了 看他去哪里 中年男子来到一家无名餐饮店 将白色箱子里面的东西 放进了冰柜 你是自己包的还是 有一包的 100个33 凌巴肉摇身一变 成了饺子馅 这家餐饮店的速冻水饺 在做成蒸饺之后 每天要卖几百个 中年男子在这个小区 加工速冻水饺 已经有一年多时间了 我们一天要的多了 要几百个 四五百个就便宜了 四五百个是什么 如果我要几百个 人家几天可以出的 二千 还会说几百个三百千一个 三毛钱一个 饲料油加工厂 便卖淋巴肉 惊人内幕 大揭秘 淋巴肉加工窝点的汤老板 还有食用油出售 不仅是肉品批发商 还大量销售炼制好的猪油 这家企业的名称 世杰 饲料油加工厂 他竟然要将牲口用的饲料油 当成食用油卖给人吃 这个你需要的话 我们就给你店好生个来 你把个电话 现在没现成的 现前那也可以 这个汤老板 利用自己的饲料油加工的资质 签订了下饺料垃圾肉制品的收购合同 你们给他这些下饺料的这些肉 全部是用于工业用油的 他不能流入市场的 汤世杰 背地里却将这些 本该用作饲料油 工业油加工的下饺料淋巴肉 炼好的饲料油 迈向餐饮市场 太吓人了 看了这个视频 我只想说 还是尽量少吃外卖 或者少在外面购买这样的食物吧 尽量吃看得见的放心肉 毕竟身体才是最重要的 一种食物质的 帅料油本身体的 帅料油本身体的 就是这种食物质的